五街新闻省前大作战 今天找到的是八颗的鸡蛋 只有一颗而已啊 去哪里找啊 排排排 民众大排长龙 人手一张发票 要用一元换购一盒鸡蛋 工作人员忙到手软 很高兴啊 可是排很久啊 一块多久 好像一张整吧 一块钱太便宜了 外面要四十几块啊 这位富人专程 从凤山到店内买一元鸡蛋 途中要转乘两次公车 就是要买到这盒八颗 只要一元的鸡蛋 真的很便宜 因为蛋价已经飙到史上最高 一台金就要四十二元 经济差 盒包得省着 民众一大清早就来排队 换购一元鸡蛋 这个大概要三十块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其实都是牺牲的 那么吸引消费者 希望带来客群 增加我们的营业额 我相信这一定可以增加 三成以上的营业额 一元鸡蛋吸引消费者 民众到量饭店换购鸡蛋 也顺便消费 业者的促销策略 过来奏效 中天新闻刘启文 王岳芳高雄报道 啊 来了 谢谢大家